讓我去到分析一下我們這個預約打針系統的用戶介面 好了,就落到進去 首先你會見到這裡 我們會出現了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的Checkbox 就可以選擇了或者不選擇 當然,在這個用戶介面下,我們也有寫到程式 就是如果我不選擇而按下一步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錯誤信息 而在公開試上,你也可以提及這件事 好了,我們選擇個Checkbox 下一步 好了,然後我們會有一個我們叫做下拉式表單 大家記得為何用下拉式表單 因為不想大家可能去到自己打自己 譬如說我不是打第三針,我寫著3rd dawn 或者我寫著阿拉伯數字的3等等 是令到我們本身自己的程式是較難寫的 好了,所以我們就會去到用下拉式表單 好了,當你發覺我們用了下拉式表單之後 就會出現其他東西,譬如說 身份證號碼,你可以有下拉式表單選擇 你可以看到,跟之前我們上課說的一樣 如果我們都是要被選擇的 但選擇相對的小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這個單選的項目 好了,然後我們只可以選擇一個 好了,當然如果我們發覺很多的 譬如說有四五個的 我們就會去到用下拉式表單 好了,然後去到這裡 就打身份證號碼 隨便吧 1,2,3,4,5,5,6,5,7 這個我們就會用回傳統的文字方法 去到出生日期這裡 跟我們在書中用的不同 我們今天上課的時候也是說 我們會用一個叫做日期的選擇器 但這裡反而是用我們的下拉式表單 當然,有好有不好 那為什麼它會這樣做呢 原因就是如果用日期選擇器 可能你要按很多次 你才去到我的歲數 譬如假設我是1960年出生的 那你其實如果用日期選擇器 其實是相對地教這個複雜的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要說的就是說 如果用的是一些預約的東西 我們可能會用日期選擇器 但如果可能是選一些 不是啊,我現在是一些很久以前的東西 或者是一個範圍很大的 由今天去,或者可能是未來四個月 去到十幾二十年前 我們就會用這個方法下拉式表單去做處理 有個分別在 那無論你用日期選擇器 還是用哪一個都好 其實最重要是說回原因而已 好了,我就選擇了 不行,不是不見了什麼 例如我60年 然後是2月2日 好了,這個譬如假設我是202年1月打了針 1月1日打針 好了,我選擇了是誰 OK 好了,這個本身是我們上網時通常會做的事情 好了,然後呢 我刻意地在這個身份證號碼上打少個號碼 那你就會看到 其實我們遲些會學的 其實原來文字方法 我都可以給一些檢查項目進去 譬如說我特意打少個號碼 令到身份證就出了不正確 而這個東西就不需要去到我們伺服器做的 其實我本身 我們一載到這個項目就已經可以有這個調查方法了 那到稍後我們會說回網頁的技巧的時候 也會提及這件事 那當然了,不只是網頁是有這個 其實我們平時在程式上都可以做到一件事 譬如說 我是打一個亂做 第一個是號碼來的 然後是ABCD 亂打一些東西 其實你也會看到當我下一步的時候 他也會出了一個香港身份證號碼不正確的情況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 很簡單,只是一個簡單單單的預約系統裏面 其實你也會看到我們用了不同的用戶介面元素 而也是按著不同需要去放一些用戶介面的 而公開試就很大可能就是這樣問你了 哦,究竟我要設計預約打針系統 那麻煩你設計出來吧 那你就把這些東西弄出來吧 OK的了 好,那當然了 在我今天提醒大家的時候 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個按鈕 未必真的是一個叫做申請送的按鈕 而公開試DSE裏面 很多時候都會給我們一個情景 叫我們設計一些用戶介面的 希望大家都能夠掌握到這個技巧 好了,那我今天就到這裡了 好呀 決定